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缘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信心 还有对三宝的恭敬心 对上师的敬信心 有没有成熟 有没有守戒律 那是不是反复根弃 有的他现在很虔诚 守戒律 他三年五年他就跟你反复颠倒 本来相信佛法 后来他毁谤佛法 有没有这样根弃 有啊 所以要师徒互审齐期 在这个十四根本节讲 这狗你养他 大家以前有养狗经验吗 有啊 整天你这样打他的头 拉他的手 什么都好 你只要他吃饭的时候 你去动他的狗碗 就咬你了 这个人一样 你看到这个人就是觉得他的因缘根气很成熟 他看不开放不下的那件事情 冲突的时候他就犯了 看不开放不下是吗 比如说他就是很重 这个很重这个 我们讲人最难过的就是男女的这个情欲淫欲的烦恼 修什么都行 你要大布施 不然你把房子卖掉 大布施 不然你把土地捐出来了 是 马上做 不然你现在开始都不能生气 是 遵命不生气 不然你现在开始不可以有男女是 就烦了 他的这个就好像是龙 龙都有一块磷 就是密磷 那就是他的要害 他碰不得的地方 龙就代表他生龙活虎 就是很有神变力 但是他有一个你碰不得的地方 你就不要去碰 所以要到这个行者他自己已经修到 他没有什么看不开 没有什么放不下 没有什么不能超越的 这个时候你已经观察得很清楚了 这是他的这个根气 还有因缘 各方面都成熟 那有的是钱放不开 一般离不开 财色名十岁 地狱五条根 他就是往地狱去的这五条根 在他身上 你要帮他拔除这些往地狱的根苗 他有的时候不让你拔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等他自己修到 积资进账道 因缘根气成熟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 虽然是现在最普遍的方式 但是如果观察不清楚 而口耳相传 这叫清宣秘义 就是犯十四根本多 金刚地狱的罪过 这个是不能告诉他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越殊胜深的法药 越像蛇毒一样 这个蛇毒 你蛇毒进入体内 要么就是一毒攻毒活下来 要么就是毒死当事人 所以这个越深的法药 你就是越要观察他的根气 所以就是这个要很严格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传承 越来越不严格 很多人就觉得密法就越来越不密了 这就好像一世代来的 大家也是开放普遍 这个并不是这样 密法它比较不守三明耶界 或者渐渐被谱传 它真正殊胜的地方就会消失 本来就是讲 假如有四级灌顶 讲初级灌顶 二级灌顶 三级灌顶 四级灌顶 四级灌顶是最高的 最不共的法药 讲到四级灌顶 这个人他会得到什么加持 会产生什么样的证悟觉受 现在讲四级灌顶 很容易听到 对不对 没有加持 没有觉受 那是众生的福分消失 这是莫大的损失 以前这个法器一拿出来 那谭成词净化很多 看到金刚厨 法器净化很多 现在大家都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金刚厨 对不对 有的人把金刚厨乱丢 所以这个是众生的福报在消退 所以就是口耳相传 目前最普遍存在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现在要经过 我们修这个大圆满前行 经过上师观察 何可 上师直接教授大圆满金要的口诀 因为这口诀 如果付诸文字 行者是看不懂的 不能体会他的意思 我举很多例子 比如说 我们佛他最殊胜的地方 就是证悟 涅槃 极尽 对不对 所以禅宗有讲 涅槃 妙心 这佛头讲的 无有正法 眼障 涅槃 妙心 大家知道涅槃妙心写出来 大家都会写 对不对 他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你了解你就是佛了 你说说看 什么意思 就这四个字 讲不出来 所以那时 这口诀教给你 还要不断地去 教导你去实修 去体正 再经由加持 他的心绪 自相绪就会越来越成熟 而达到证悟 所以大家听到 金刚圣有很多殊胜的教法 他会误会 以为这个教法 就是得到这个加持了 我吃到一个甘露丸了 或者是修了一个什么法 自己就会脱胎换骨 形容是这么形容 见即解脱 处即解脱 文即解脱 形容是这么形容 但是你没有下功夫实修 也没有办法得到法义 所以很多人都会错觉 那么就是 行者经由听闻 思维辩证 努力实修 才会证悟 得到口诀 还要后面的 就是听闻口诀 思维辩证 努力实修 才会证悟 所以这个口诀很珍贵 对不对 还有后面这些 没有后面 就是听闻以后 听清楚了 然后就思维辩证 努力实修 你没有这样就不行 常常要思维辩证 就看这个 魅勒日巴尊哲 他不是杀很多人 还有姻缘说 你不要都修这个黑法 造黑夜 你应该去学佛法 那他遇到这个大圆满上师 教他大圆满的法药 这个大圆满上师跟他讲 这个大圆满他多殊胜 你早上听闻 你早上就开悟称佛 下午听闻 你下午就开悟称佛 晚上听闻 你晚上就要称佛 这个上师有没有骗他 没有骗他 就是这样 他就这样放在那边 他就想我这样的人 这个护法神 念个咒语 念个手印 他就把人头给提回来了 像我这种大根器的人 所以他就是没有实修 既不思维也不辩证 这就是不中法 所以他当然没有实修 没有千锤百炼 所以最后他那个大圆满上师 赶他走 你离开 你不是我的弟子 你的上师 你的居原上师 是马尔巴大医师 你也去找他 因为马尔巴大医师很威猛 对不对 动则给他拳打脚踢 给他摆摆的雕琢 把他弄成一个 真正的成就的法器 还有他们最重要的 马尔巴大医师 跟他多生累劫的因缘